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这只圆青花凤川莲文的直呼错在哪里 还是这样啊 我们要看一件器物它的真伪 或者说我们来对它进行断代呢 必须呢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进行 第一呢咱们就是要看它的器型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这件器型 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弧盖 弧盖呢它出现了问题 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弧的这个盖 它这里的弧度防品做的过大 而且那盖尺寸也大了 那么也就造成 它因为这个弧的这个口径比较大 就大了一点出来 所以呢它做出来 整体的比原来的东西要大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问题出在这个坝上面 这个细孔 细孔呢 元代的本朝的东西做的是圆的 它做的是一个扁长形的 这个细孔就做的不对 有人说啊 可能会是不同的咬口 这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 做这种东西通常都是一个地方做 不可能分到那么多地方去做 另外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大家记住啊 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享誉全世界 就是经过了几代匠人啊 甚至数十代的匠人啊 咱就说到元代吧 那么他经过了各种工序的磨合之后形成的啊 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他是有一个产业链啊 就像现在该做哪个部分的就是做哪个部分 是这样形成的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 在形成了景德镇致辞的工业化发展啊 所以呢 你不要用那种手工作坊的思维 去考虑景德镇这些东西 那就是大错特错的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第三个错误的地方呢 就在于留啊 留的这个口做的不对 你看元代本朝的这个东西 这个留整体的形状和口做的是非常漂亮 这个线条 这个曲线做的非常的精美 但是这个房品做的就是很傻了 是不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特征啊 这些大家都是要非常去留意的啊 第四个地方呢 就是在于他的强族 强族呢 元代本朝的这一件直壶 强族做的非常的精美 外撇非常漂亮 但是呢 房品的这一件呢 他的这个强族做的很难看 大家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 咱们还是接着从这个整体的气形上来看 我刚才讲了这个坝上面 除了这个系孔有问题之外 本身坝的这个形状啊 也是房品做的很差 这个人呢 他没有仔细去这个故宫博物院去看这一件原品啊 这个坝做的是不同的 我们看元代本朝的这个坝啊 他是这样磨印出来的东西 可是这件房品做出来这个坝的形状 像是明代的东西 而不是元代的啊 大家对比看到了没有 看得仔细的能看得出来 如果观察力不够仔细是看不出来的 另外呢 就是在坝的下面啊 他做这个形状 两边呢 有一个出来的 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是为了加固本身和胡本身的这个啊 稳定性的作用的 但是呢 房品没有做出来 这个是非常欠缺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釉的问题 员青花的釉呢 是清白釉为主啊 所谓就是鸭蛋清一样 呃 房品呢 虽然是也是做到白中泛清 但是跟 元青花那个时期的清白釉啊 差的很远 就是因为他钉的配方是不一样的啊 他并没有掌握元青花的时候 那个清白钉的那种配方啊 所以他做出来的钉肯定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是多看这些才能够了解啊 也有的人会说那会不会是不同的摇口不同 不要找这个借口啊 千万不要找这个借口 他要想烧出精美的啊 这种蓝的效果来 他一定要用这种啊 清白钉或者软白钉才能烧得出来 那么他的钉是应该配方式一样的啊 不可能说也不一样 除非他是做所谓这个差一点的东西 卖到东南亚的那些比较差的 那他的钉可能用的是差一点的钉 会出现一些又比较差的情况 但是通常啊 做这种定制的或者是出口到西亚的那些个的啊 钉都是非常漂亮的 不然的话 他又啊 配方不对的话 他的青花发色是达不到这么完美的啊 这个呢 你必须得了解这个致辞的工艺啊 才能够了解整体的这个情况 第三呢 就是关于青花的发色 苏玛丽青呢 是有晕散 有流淌 有铁锈斑 仿品呢 就想刻意的模仿这个铁锈斑 但是大家仔细看 这个铁锈斑形成的 和它笔触啊 所经过的 以及绘画习惯所形成的铁锈斑 是截然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懂得书法 你懂得绘画 特别是画这些这个国画的这些人 你了解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占了这个清料在素胎上画 那有浓 有淡 这是正常的 你在这个清料 在毛笔上啊 饱和度高 饱和度低 那么随着你的笔触的形成 啊 那么这个所谓的铁锈斑的形成应该是随着你笔触来形成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那这件仿品所有的铁锈斑啊都是极为不自然的 都是极为不自然的 这就是他刻意这样画的 画了以后呢 他想来 当然啊 可以骗过很多的这个不了解原青花的情况的人啊 可能会觉得哎 他不也有铁锈斑吗 他不也有什么怎么怎么样吗 啊 这个刘堂啊 这个你要去学会分辨啊 我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可以找出来那些视频去看 除此之外呢 就是关于绘画了 绘画呢 有很多的这个吐槽的点啊 大家如果懂啊 就能看出来 比方说这些叶画的跟元代的风格接近 但是呢 差很远 只能说是接近 毕竟他并不是受过那样的专业训练 他只是临摹是仿的 另外呢 整个这个凤凰的这个布局 你看头部颈部 包括肩部啊 包括这个翅膀 这里的画的 仿佛呢 是这个翅膀是接的一样 你再看这个元代的画的这个翅膀啊 然后再看他的腹部啊 再看他的这个灵毛画的 完全就是差的很远很远的 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你自己大家仔细的对比 如果你有机会啊 如果真的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 去看一看这间的这这一件的这个 啊 元代本朝的这件东西 非常非常的精美啊 你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会牢记于心的 最后一点呢 咱们就是要来看一看他的这个圈足 在看圈足之前 我们刚好这用这种图呢 来看一下啊 元清花的山石是怎么样画的 再看一看这一件房品的山石 你会不是看出来 他非常别扭画的 完全没有章法 就是只是在刻意的模仿 说明制作这件房品的人 他的这个绘画的功底啊 还是差得很远 再看圈足 圈足呢 我们说啊 元清花在修足的时候 除了有一些大盘修的比较工整之外 像这个玉湖春瓶啦 像煤瓶啦 像一些大罐啊 在修足上呢 都比较随意 并不是像后世那种追求那种完美 因此呢 他在修足上有一些随意性 可是这个房品呢 在仿制他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 他的修足呢 就过于规整 大家看啊 房品 右边这一件 另外呢 就是出现的这些黑色的斑点这些 是电柄上的有铁离子也好 是其他的方式也好 但是呢 告诉大家 这个呢 是完全做出来的 并不是真正的胎里边的 因为胎里边要出来的东西 不会是这种形态的 不会是这种形态的 另外我们再看他展示出来的胎骨 又过于细腻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 现在用球磨机磨过的 跟这个元代那时候的 炼泥的方法是不同的 那个时候是人工炼泥 这个能看得出来 另外呢 就是在圈足里边 修足的方法 也过于刻意了 这都能看得出来 对比看 还有就是 他施的这个钮 大家看 也是过于均匀了 这个颜色过于均匀了 但是和这个圆青花的时候 青白柚 他在这个肌柚处的时候 特别明显的 有这种白中泛青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北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的留言评论 多多转发我的视频 我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